卓西乡公所与小米产销般合作办理的 布农族小米碎石记忆产业体验系列活动 从小米播种、除草到今天的财收 全部都依循布农族传统农作规范 不仅族人踊跃参加 而公所相关科设主管也亲自体验 而产业记观光管理所长古碧亚纳凯苏兰表示 乡公所也将遵循传统 预计将在29号办理小米尽藏记 完成布农族的小米碎石记忆 从整地方耕春天时拨撒小米 接着除草书法到今天低调不张扬的采收 整个小米弄更过程 除了相公所与小米产销般 全一循布农族传统小米的农作沙姆 竟记规范来进行 而有了祖林的祝福 今年小米收成 族人都很满意 还可以啦 那怎么说 因为我们今年收 刚才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量 你看 这么小块就只有这么量 应该很不错 所以今年鸟害也不算严重 应该也不算 要不然你看我们还可以收成这么多 大概几斤还是 这样哦 目前哦 比百斤应该还有吧 中期将工作与小米产销般合作办理的布农族小米农作碎石技艺 即产业体验系列活动 在这种规模虽然不大 不过今天采收下来的产量也有超过百台金 不仅族人民众踊跃参加传统小米采收技艺 不仅族人民众踊跃参加小米传统的采收仪式 第一次实际夏天采收小米的乡公所产官所所长 古比亚纳盖苏兰表示 也将遵循传统 预计将会在29号办理小米进长季 这样布农族小米农作碎石技艺才算告一段落 对我来讲我也是第一次采收 这个是我自己采收的 所以今年可以算是丰收 那我在这边也预告就是在6月29号 6月29号礼拜六也是这个时候 我们要办禁仓祭 欢迎大家来到 一路感环境教育中心的小米园区来这边 来参加来试验 小米不仅是布农族传统主食 也依着小米成长划分年月 以及传统岁石技艺 在布农族传统文化中 占有重要地位 相公所和小米产销班 结合带头重新附赠布农族传统文化 借着一路感环境教育园区 重新附赠小米传统农作 也种下布农族传统文化的根 记者史玉兰 左西採访报道